看看經濟大戰 美中對抗 歐洲國家的態度 當然大家都會特別來觀察 例如荷蘭 荷蘭首相下週 大概3月22號所發布的消息 3月26到27號之間 就要到北京去訪問 這位首相呂特跟習近平 將會就經濟關係舉行會談 其中半導體晶片 這個出口政策 可能是討論的重點 因為從1月1號開始 才剛剛艾斯摩爾表示 這個私人企業 不再期望獲得荷蘭市政府 向中國客戶運送更先進的DUV 就是說這個已經被限制了 而且是官方的政策 配合了美國盟友的需求 所以接下來兩個人見面 有沒有可能針對這一塊來討論 還有習近平跟美國商業界領袖 代表在北京要舉行這個會議是 官方走不成 自然有民間企業需要 中國的市場 用民間企業來回頭去 跟官方做對抗 而美國企業在大陸 會說不好過 我們看到蘋果旗艦店開幕很風光 但是在特斯拉的部分 根據Bloomber的報導 上海廠已經宣布 電動車因為賣不動賣得少 所以最早 本月的早點的時候 已經通知員工了 美洲的公時從6.5天減到5天 減少Model Y跟Model 3的產量 也就是說因為銷售量沒有那麼大 不如產量也少一點免得囤貨 比亞迪則是剛好反過來競爭對手 在希臘市場推出了電動汽車 美國進不去 先從歐洲其他國家來打進去 他宣布的各種專賣店 也在雅典開設 雷諾CEO梅奧在公開信 給歐洲的信裡面呼籲 採取馬歇爾計畫加速 電動車更新 才能阻止比亞迪的進攻 為什麼就是擔心這一波 在對抗的浪潮裡 比亞迪非常的強勢 而蘋果的新的奇境店開幕 我們看到庫克去親自開門 很多的果粉衝進去 當然也有大媽在門口罵他們 重陽媚外 看看這段畫面 重陽迷外 我怎麼重陽迷外 我哪個好用 哪個不是嗎 我選擇我自己喜歡穿美外 你知不知道人家的CEO 要去北京開會 人家國家都要 要求人家去開會的 你知道蘋果每年 為中國大家多少就業率嗎 大家說不需要 不需要就業率是吧 中國人不需要 我們有自己在話 我覺得這是政策辯論 就是自由市場經濟 還是民主主義 這個是兩個人辯論 是有點料的 所以當蘋果執行長庫克 像被 這個包括有明星 這個人叫做鄭凱 我們在講 搭著繁花系列的宣傳 結果就有一段被舉報 因為胡歌代言華文 對 上次我們節目上討論的 就是因為舉報人就說 庫克在上海灘 碰到了這個所謂的鄭凱 說是偶遇剛好碰到 我們在節目上 我們當天就說我不相信 就有人真的去舉報 他說因為他帶了一個 專屬攝影師 所以是虛假廣告 另外iPhone還有跟 文心一言的合作 接下來可能跟百度 進行AI相關的盟友的供應商 要建立這個供應鏈 所以顯然iPhone庫克 他對於大陸的市場需求 還有更多技術上的合作 因為比方說AI為什麼我們說AI晶片元年 在NVIDIA的大秀之後引起全球關注 紐約時報也說 AI這個賽道是人類的未來 但是中國的一個指標 卻會領先非常多 包括美國 因為目前全球的AI研究人員 很大數量都來自於中國 研究人才已經超過美國了嗎 紐約時報報導的 而且美國AI的秘密武器是中國人才 怎麼會這樣 不是最擔心中國這些人才 在內部有些認知作戰嗎 那在這個分析裡面認為 由Google的12名工程師 所組成的團隊負責 就有很多人是中國公民 如果真的 如果認知作戰硬要輕的話 那可就是非常大規模 非常深入的中美對抗 我們先看看荷蘭 這一趟首相到中國大陸去 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亮哥 這個恐怕難解 如果ASML 因為中國大陸也預估 他DUV快做出來了 所以可能對他也沒有 說特別要去求你 不過荷蘭還是很重要 因為荷蘭事實上是 歐洲非常大的貿易港 所以中國大陸在那邊 也有很多船運公司 在那邊設點 荷蘭事實上 歐洲的貿易很多都是經過荷蘭 然後再運到其他地方去的 所以還是會有別的議題可以談 那習近平這一個就比較像是 他上次去舊金山 不是在那邊跟美國的那些企業家 做了一個演講嗎 不是要買門票那一場 那這個就是驗收了 就是那些企業家願意飛到中國 然後再跟你做一個高層的會談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確實需要吸引外資 因為這一陣子撤額外資真的 美國是非常明顯 所以他就是要重新表達 他是歡迎外資的 他也搞進口博覽會 也搞供應鏈博覽會 那所以我是覺得他還是努力在這方面 要吸引外資 尤其是美資 可是特斯拉跟蘋果 這個恐怕就是純商業競爭 可能是自己不夠力 比如說蘋果 蘋果i15就是一個失敗的產品 然後現在手機可以說是百花齊放 比如說我那天也跟人家講說 人家三星AI手機都做出來了 那中國大陸我們折疊機一大堆 特殊功能的手機 所以他當然要在地化 比如說為什麼他要去結合 百度那個文心業 因為他不可能用CHAT GBT 那個大陸不能用 所以他當然要在地化 那就用這樣來增加一點市占率 那特斯拉更慘 因為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那個多元程度 我覺得已經 不是特斯拉能夠追得上了 價位也是 對 價位也是 對 所以在這個多元的情況之下 企業要不要中國市場顯然是要的 跟美方的政策 官方又不一樣了 休息一下 我們更多深入的討論 馬上回來 當美國開始對於中國市場 採取一種管制對抗的策略之後 整個企業界來講 全球化整個被打亂 教授怎麼看 包括比亞迪拉 特斯拉 幾乎是一個想辦法 要自求深入的 這樣的競爭模式 其實我們還看 但中國的經濟在疫情後 感覺他們想要拉台 還需要一點力道 當然從內需到外資 都需要方方面面加強 我們講外資好了 這個FDI 就是國外對中國直接投資 其實下降很多的 基本上2023年就去年 是從90年代以來最低水準 多低呢 其實中國國家外匯管制局有公佈 去年全部的FDI 外國直接投資大陸 大概只有330億美元 他是比2022年跌了82% 2022年是有1833億美元 所以跌了82% 只剩18% 簡單來講 只是比2022年不到 兩成不到 代表什麼 外資撤得很多 當然這個東西你不只 不用看數據 你從很多業界 企業界 很多外國人 紛紛離開中國大陸 可以感覺到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 在中國大陸 他不管在廣州或上海 他們以前住的小區 有很多外國人 疫情後我就慢慢就走了 當然比起2021年的高峰 3440億美元 就10%而已 2023年就10%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 想要積極吸引外資 他們希望外資能陸續的回來 但他沒有講說不可能一觸 不是一觸可擊 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回來 加上美國的政策 對 美國現在方方面面要 掐中國的脖子 他從商業利益也好 從那邊關稅也好 商業也好 甚至科技也好 都想要掐中國脖子 所以他們在外在的結構上 跟內部環境的不允許下 我覺得會滿辛苦的 但還要看到說接下來 美國總統大選也要到了 如果是川普上來 那更麻煩了 天啊 他要課60%的 中國貨物的關稅 他說電動車要課100% 簡單講就是 除非你用我們全部美國的工人 對 用我們的工人 不然換你的車賣過來 他也說 川普說什麼 你們都是在墨西哥坐車子 然後中國人在墨西哥坐車子 賣到中國來 如果這樣我課你100% 簡單講就是車子要跪一倍 那個完全沒有市場 所以目前我們看起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最麻煩的就是 外資會擔心所謂的反間諜法 對 反間諜法現在是讓許多 在中國大陸的外國人 現在會比較 感覺到有一點前置的東西 包括我們最近在講 香港這個二十三條 今天開始施行 對 二十三條特別法 這個香港的地方 其實香港的外國人也走得滿多的 現在的香港 跟我們過去的香港也差滿多的 那怎麼樣去突破 這個整體的框架 我覺得還需要他們的立法 跟他們整體的經濟規劃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蘋果旗艦店開幕 我就滿有興趣的 因為其實這個是他們戰力最大 目前最大 這上海蘋果旗艦店是戰力最大 等於是全球第二大 第二大 那也是中國現在最大的 但是他以他開幕那天 他也發了很多贈品 可是排隊的人龍 沒有上一次蘋果旗艦店開幕的盛況 我們看到畫面已經很多 很多對不對 但上市一筆不夠多嗎 比上市還不夠多 對 所以代表說 這個果粉在中國大陸有流失的情況 當然在華為欣喜跟他們的 整個高科技競爭也有關係 所以這一點我想蘋果他必須要 要改變一些策略 大媽也說出了這個心情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我們來看看荷蘭的首相 下個禮拜就要訪問中國大陸了 應對於像習平平好了 五月份準備要到巴黎去訪問 跟歐洲的關係會是接下來的中國 很重要的重點 對 荷蘭首相要到中國大陸訪問 可能就是我們講到的 因為ASMOL它的光科技是 全球市占率最高 達到90% 但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的 在這個設備上面 可能有突破了 有突破的話 你這個河南還沒有必要在這個 ASMOL在這個限制 往光科技往中國大陸去賣 他已經突破了 那你這樣的話 你就犧牲整個中國大陸市場 可是我認為有得談 因為中國大陸突破 要這個市場那就來談 變成這個狀況 另外習近平要接見 要見的是美商的這些 商界的這些領袖 我想中國大陸 因為中美貿易戰 經濟戰的關係 還有智慧財產權這方面的競爭 也對中國大陸產生了一些影響 中國大陸目前失業率高 希望外資多進來 外資就進來 就業就來了 就業來失業率就會降低 這個狀況 另外一個大陸現在通貨緊縮 剛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香港也是 你買氣就整個下降了 買氣下降會造成 我們講通過緊縮 庫廚增加了 庫廚增加需要市場 你沒有市場怎麼 庫廚都放在那邊變成呆料了 那就要找市場 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市場 大家也來談 我把這個市場給我 然後把這個市場東西出去 美國也獲利 因為美國希望有一些廉價的商品 照顧中產階級 要不然美國通膨嚴重 美國通膨要壓下來的話 你需要一些廉價的東西 你看東西 因為中國大陸製造業比較旺盛 成本相對於低 那這樣的話賣到美國 美國的話 變成會照顧中產階級 因為今年年底美國要大學